12月2日北京官方通報說 海澱區出現1例確診病例 患者來自哈爾濱 11月26日在哈爾濱與確診病例 在密閉空間有接觸 而哈爾濱官方2日也通報說 當日新增了3例確診病例 都與滿洲裏疫情有關 目前發現疫情的北京已經開始封閉相關區域 展開大規模的核酸檢測 哈爾濱主城區也封小區做核酸檢測 同一天 上海官方也聲稱發現2名確診病例 患者是一對母女來自外地 患者涉及區域和場所包括浦東新區、靜安區 12月1日 2人曾經去人際醫院浦東縣區發現門診看病 但當地民眾披露的消息說 12月2日 上海復旦大學附屬金山醫院暫停門急診 葡萄區長壽路街道半島花園社區 上海世紀花園都被通知 封閉小區、關閉公園 目前 上海浦東新區花木街道的小區 街店和市場都被封閉 靜安區的三和大廈、三和花園 也被封閉管理